那是一个人类目光还远未曾驻足的时代 两亿八千万年前的早二碟市 这里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海域 笔波荡漾横贯线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地区 与北非 南欧 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 被称为克提斯海 数不清的贝壳和鱼类随着温暖的洋流辗转迁徙 稍作气息之后又踏上了漫漫旅程 不知什么时候平静的海洋突然沸腾起来 火山喷发 地球抬升 海洋褪去山脉隆起 时光和自然的伟丽 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雪山矗立 冰川参差的高原 这是发生在距今两亿四千万年前的巨变 地质学上把这段高原崛起的构造运动 成为喜马拉雅运动 那么喜马拉雅运动是地质历史上 最近一个规模最大 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造山运动 特别是到最近一百万年以来 这个青藏高原隆起的速度非常快 塔利木盆地就是由青藏高原的隆起形成了 剧烈的窗筒中 海底逐渐隆起形成山脉 大地的伤口中 河流塌陷又再次奔腾 生命毁灭又重新诞生 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包括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在内的青藏高原 形成了中国版图上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也造就了塔吉克族人世代生活的帕米尔高原 普明尔呢我们就讲是高原的一个基 又有人把它叫做这个世界沃基上面的沃基 所以这一块呢海拔也高 平均大概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接近五千米左右 在这片位于中国版图最西面的高原上 卡拉昆仑山危然处立 这条平均海拔超过六千米的世界第二高山脉上 几百座风姿各异的雪山和冰川连绵起伏 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探险者 穆斯塔克风位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 海拔七千五百四十六米 被称为冰山之府 中年不化的雪顶和蓝天白云相应成灰 使穆斯塔克风成为帕米尔高原上最迷人的景观 蓝雪山之雄旗 观高原之壮阔 是游人登临帕米尔高原最大的乐趣和向往 然而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 他们从出生开始 面对的就是这更顾不变的崇山峻林 攀登不是壮烈的传奇 不是英雄的事业 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